海康威视称 日前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公司董事胡杨中和龚鸿佳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 2001年11月 龚鸿佳出资245万元 参与设立海康威视 持49%的股权 任董事副董事长 中共政府持股42% 海康威视市值约420亿美元 自称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监控设备 制造商 据信海康威视为中共的公安监狱 牢教系统提供监控设备 业务包括影像分析 智慧监控系统 大数据中心 无人机监察等 举报2016年 中国的街道大楼和公共场所 安装了约1.76亿台视频监控摄像设备 海康威视还在全球出售监控设备 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大规模人脸识别 今年10月7日 美国商务部把海康威视 等8家高科技企业 以及20个中共公安单位 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 限制其从美国购买零部件 海康威视被指帮助中共当局 打压和监控新疆少数民族 涉嫌侵犯人权 新唐人记者颜希综合报道 本一人记者预考人 本一人记者预略 本一人记者预言 本一人记者预定 本一人记者预定 向这 Oprah